向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事迹一直以来都被后人所传送 对于向羽的一生 无论是他巨鹿破秦军 还是鸿门逼刘邦 亦或者是鹏城姬汉军 他给世人留下的面貌 仿佛永远都是一副 立拔山西气概式的英勇面貌 就好像对于向羽来说 没有他击败不了的敌人 也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自从楚汉战争中期以后 随着九江王英部的叛逃 以及汉军大将军韩信横扫北方五国 又伴随着原本中立的梁相国彭越 彻底倒向汉军 双手难敌四拳的霸王项羽 终于还是无力被迫败逃 正如上途所示 仅剩数万残足的项羽军 同时受到汉、齐、梁、淮南四大军事集团的围攻 而这四大军事集团的最高统帅 又可以说得上是当时仅次于项羽的当世四大名将 同时这四大军事集团所控制的军队 少说都在三十万以上 因此对于项羽来说 该下的战败 就只能用他自己所写的那番诗句来形容 立拔山兮气盖世 实不立兮追不适 追不适兮可奈何 于兮于兮奈若合 项羽固然很强 并且一直都很强 甚至该下之战时的项羽 也仅仅只有三十一岁 可谓正直壮年 但面对如此强大的围攻 项羽也只能由衷地说出一句奈若合 是啊 奈若合 又能怎么办呢 但尽管已经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 霸王项羽 却还是没有放弃最后的机会 第一章 立拔山兮气盖世 虽然当时的天下 已经对于西楚极为不利了 并且西楚九郡中 大半不是被汉军占领了 就是宣布改齐一致了 可总还是有几个郡 愿意继续效忠霸王 正如上途所示 当时在东南江左一带的 快基郡和顾张郡还并未背叛霸王 因此对于项羽来说 摆在面前的道路就只有一条了 那就是去江东休养生息 一卷土重来 但要想去往江东 就必须考虑到具体的路线图 也就是应该从哪条路前往江东 按理来说 最快也是最便捷的方式 就是通过广陵直下江东 但因为之前冠营军已经成功攻陷广陵 也就是史书中记载的 渡淮 尽详其成义 至广陵 史记冠英列传 如上所示 虽然冠英军主力已经不在广陵了 但必然在广陵一带 是留有一部分军队的 因此一旦项羽突围出去后 从广陵经过 势必会遭到汉军拦截 故而对于项羽来说 当时最佳的办法就是渡过淮河 然后经由东城去往江东 不过话又说回来 已经被数十万诸侯联军包围下的霸王项羽 又该如何突围呢 虽然史书中只是大概地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但也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 麾下壮士其从者八百人 职业溃为难出 持走 平民 汉军乃绝之 令其将冠英以五千旗追之 史记项羽本记 如上记载中的项羽 锦率麾下八百余旗 在楚军溃败之时 于夜间由南而攻出包围圈 其中两个字持走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 说明项羽的果敢和迅猛 如此直到平民 也就是至少五六个小时后 汉军才发现霸王项羽 已经突围出去 如此诸侯联军最高统帅部 才紧急下达追击命令 其中主力便是由冠英率领的 五千郎中骑兵 足足五六个小时的差距 按理来说项羽有足够多的时间 彻底逃出诸侯联军的包围 第二章 时不利息追不适 当项羽军抵达淮河沿岸 才发现船只数量有限 因此只能携带小部分 惊奇渡河 如此飞京战斗 顿时便减缘十分之八 项王渡淮 其能赎者百于人耳 使记项羽本济 迫于局势之恶劣 霸王项羽不再有 所以带着惊奇百于人 先行渡过淮河 继续向南进发 之后当项羽军抵达淮陵后 却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就是迷路 迷失道 为以田赋 田赋代曰左 左 乃县大则中 以故汉追及之 使记项羽本济 对于项羽军为何会迷路 正如金人学者袁传章 在其文章 《项羽所献殷陵大则考》中所谈到的 项王率领百于其壮士 沿好水东岸及池七十里 穿越陷于戒山山口 进入殷陵陷境 原本顺畅的南行征程 斗生变故 龙东腊月 黄淮流域沉时 七八点钟 长起的浓诺 极有可能与项王不期而遇 君无相倒 碎弥 失道 辗转徘徊 无法前行 虽然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项羽迷路的原因 但如果结合实地情况考虑 则项羽因为遇到浓误而迷路 便是合理的 于是 无奈之下的霸王项羽 就只能临时向一田间老农请教 然后当老农指向左后 项羽便不再犹豫 立刻朝左而去 但那位田间老农可能是故意的 又可能是无意的 总之因为不熟道路情况 且深陷迷雾中的项羽很快便又因为走错路而陷入到了大则中 这里的大则应该是指的 黄淮一带的泥潭地 由此原本 仅剩百骑的项羽军 便再一次遭到非战斗检员 并且也正因为在这个泥潭中耽搁的时间太久 于是让汉军成功将失去的五六个小时给追回了 而后等到雾气散尽 项羽军从泥潭里走出来之时 便立刻向东赶往东城一带 项王乃赴引兵而东 至东城 乃有二十八旗 汉旗追者数千人 始继项羽本纪 此时霸王项羽的麾下就仅剩二十八旗了 同时已经追来的汉军骑兵 则足足有数千人 后续部队更是以万纪 因此到这时的霸王项羽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天药荒唐 是啊 从项羽渡过淮河之后 先是遇到了大雾岛之迷路 然后又遇到老龙止错路 接着又陷入到泥潭中 如此天时 地理 人和巨师的情况下 任凭项羽再如何自负 恐怕到这时也没有信心了 于是自敢无法逃走后 霸王项羽便对下属部下感叹道 我项羽自起兵八年以来 历经大小七十余战 所攻者皆破 所击者皆服 遂才以霸王之尊问鼎天下 熟料到如今却屡遭困顿 真可谓是天药亡我啊 既然是天药亡我 那我便与这天再战一次 诸君可随寡人再战一场 若能取得三圣 诸君便能知道 这是天药亡我 并非是我之不敌 于是 稍微休整之后的项羽 便准备带着那二十八旗 与汉军骑兵展开最后决战 第三章 追不是稀可奈何 再看此时追逐项羽的汉军骑兵 又是由哪些人率领 虽然领头的是御史大夫冠英 但冠英也只能是负责大方向 所以实际上 具体参与追捕项羽的 还有下面的执行将领 其中按照高祖 功臣侯者年表中的记载 当时实际参与抓捕项羽的 前线将领大体上是分别有以下这些人 为其侯周定 以舍人从佩 以郎中入汉 为周信侯 定三秦 谦为郎中骑将 破极东城 侯 千户 灭阳侯吕胜 以骑士汉王二年从出关 以郎将积斩项羽 侯 千五百户 李渡眼侯 中水侯吕马铜 以中郎骑将汉王元年 从其好志 以司马鸡龙居 赴共斩项羽 侯 千五百户 杜眼侯王毅 以郎中骑汉王 三年从其下辟 属怀音 从冠英 共斩项羽 侯 千七百户 赤拳侯阳兮 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度 属怀音 后从冠英 共斩项羽 侯 千九百户 无防侯阳武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 从起下归 姬阳下 以都位斩项羽 有功 侯 七百户 如上记载 当时实际参与抓捕的前线将领中 有明确官职的为郎中骑将周定 郎将吕胜 司马吕马铜和都位杨武 而至于王毅和杨喜 他们二人最初都是以郎中骑身份加入汉军 之后又跟随大将军韩信征战天下 因此到该下战役之后 他们二人应该也至少是郎中骑将这个级别的 有关郎中骑将的级别 可以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 郎中有车 户 骑三将 直接比千十 但因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内容 已经属于汉朝建国中后期 而参照史记凡快列传中的记载 则可以发现凡快 就是先升迁郎中骑将 然后再升迁为将军的 所以郎中骑将 虽然在和平时代只是至皆比千十 但实际上也是仅次于将军的五官 另外杨武的都位更不用说 也是仅次于将军 如陈胜吴广起义后 便是以陈胜为将军 吴广为都位 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疑问 再说郎将屡胜 其中郎将的职责应该要高顶 目前推测是属于中郎将的简称 在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 中郎有五官 左 有三将 直接比二千十 因此郎将屡胜的地位 明显要比郎中骑将和都位高 但因为也是战时状态 并且屡胜战后的封赏 也并没有明显地高于其他将领 所以他的地位 大体上是高于并等于郎中骑将和都位 最后司马女马同 因为司马一直有高有低 低的有一营之司马 高的则有将军司马 所以这里我们姑且可以认定他的地位 大体上等于其他五人 以上 再从这六人的身份背景来看 其中王毅和杨喜 是著名的属怀音 也就是大将军韩信的部下 而郎中骑将系统的 有周定和杨武 因此他们是属于 御史大夫冠英的部下 至于屡马同和屡胜 他们都是出身中郎系统 所以应该是汉王刘邦的 直系部下 故而表面上追击汉军 是由御史大夫冠英下属的郎中骑兵负责 但实际上 当时同时追击项羽的又不仅仅是冠英的人 所以表面上汉军人多 但实际上 内部派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也是有的 因此 这就给了霸王项羽一机会 再按照项羽本记中记载 汉军为之树重 项王为其其乐 吴卫公取彼一将 令四面其池下 七山东为三处 于是项王大呼池下 汉军皆批民 遂斩汉一将 当时汉军已经将项羽 及其所属二十八旗重重包围了 但不知道为何 硬是没有主动进攻 反倒是被项羽给杀得溃败了 另外期间 还被项羽斩杀了一将 至于这位被杀的将领 到底是谁 目前也已经无法考证了 若非如此 或许他也有封侯之字的 不过从之后汉军各部 立刻收拢军队进行追赶项羽来看 这次混乱或许也是由于 汉军各部不配合导致的 事实 赤泉侯为其将 追项王 项王瞠目而赤字 赤泉侯人马俱精 必义树立 与其棋会为三处 项羽本计 又因为杨喜部 可能追得太靠前了 所以反倒被项羽 一个回马枪下注 之后储军便又四散逃去 于是汉军顿时失去了 项羽的方向 于是汉军便又立刻分兵三个方向 展开追击 汉军不知项王所在 乃分军为三 傅为之 项王乃持 傅展汉一都位 杀数十百人 傅聚齐齐 王齐两齐尔 乃为齐齐曰 何汝齐皆俘曰 如大王言 项羽则率领着二十余齐 再次寻找出三路中最弱的一路 冲杀进去 又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 虽然项羽确实是杀得过瘾了 但实际上项羽也明白 一开始是因为汉军各部不配合 才给了他这么多的机会 可一旦汉军各部配合起来 他的末路也就到了 第四章 于兮于兮奈若和 随着项羽军边杀边退 很快也就冲到了乌江河畔 于是项王乃于东渡乌江 乌江停长一船淡 使记项羽本计 所以对于项羽而言 只要再稍微努力一下 便可以顺利渡过乌江 逃出升天 但不知为何 偏偏项羽已经冲到这里了 却又突然不愿意渡江了 目前按照《史记项羽本记》中的记载 是项羽突然生出了绝望之心 不再想过江了 但如果再结合其他记载 比如《史记冬月列传》中的记载 汉基项羽 吴朱姚帅岳人左汉 汉五年复立吴朱为敏岳王 王敏中故帝都东也 这里讲的是岳族首领吴朱和岳二人 曾在东南起兵驻汉宫处 因此在西楚覆灭后 他们二人便成功以东南岳帝建国为王 所以合理推测 当时项羽抵达乌江之时 恐怕是已经得到了 岳军大举进攻会计郡和顾张郡的消息 所以项羽自知即使去了东南 也很难再有机会了 便不再准备过江 因此绝望之下的项羽 遂放弃渡江 以最后一场拼杀 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过还是要说一点 《史记》中描述霸王项羽 决死一战时的场景 确实是悲凉到极致了 项王孝羽 天之亡武 我和渡魏 且给予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息 今无一人还 纵江东父兄连而亡武 我和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 极度不愧于心呼 这段话中 霸王项羽的一笑 仿佛却又是在无尽的悲叹 一句天之亡武 我和渡魏 可以说是江霸王当时的心境 彻底展露无遗 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息 如今却只剩霸王项羽一人 又有和面目见江东父老 再加上突出重围后的一系列打击 因此霸王项羽决定放弃渡江 也是可以理解的 乃令齐接下马不行 持短兵接战 独己所杀汉军数百人 项王身已被食于创 项羽本计 在面对汉军重重包围的情况下 自知骑兵已然无用 所以霸王项羽便下令追随他的这二十几人 下马作战 而后霸王项羽连杀百人 几乎是要将他这辈子所有的勇武之力 全部挥霍干净 故见汉齐司马吕马童 曰 若非无故人呼 马童面之 指王一曰 此向王也 向王乃曰 无闻汉够我投千金 亿万户 无畏若得 乃自吻而死 使记项羽本计 最后当霸王突然看到汉军齐司马吕马童之时 才忽然想到这不是故人吗 于是霸王项羽才说出了那句最后一言 我听说汉军用千金和一万户来买我的人头 既然这样 那我就送给你 随后霸王便自吻而死 如此 一代雄主就这样 在他最为年赴力壮之时结束了他的一生 第五章 一将功成万古枯 伴随着霸王的死去 之后的汉军却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大内斗 王毅取其头 与其相如见争相王 相杀者数十人 最其后 郎中其杨喜 其司马吕马童 郎中吕胜 杨武各得其一体 五人共会其体 皆是 使记项羽本计 虽然史书中描述的 好像就是王毅 杨喜 吕马童 吕胜和杨武五人都亲自下场去抢夺项羽的尸体 但不要忘记 他们五人的真实身份 都是当时汉军中的高级军官 因此即使是 抢夺项羽的尸体 实际上也是他们五人的下属去抢 所以这也造成了汉军因为抢夺项羽的尸体 而引发的大混战 如此也就导致了相杀者数十人 之前也说了 本来负责追逐项羽的那几个将领 就是各有派系 一开始因为项羽的强横 才勉强配合在一起 但之后随着项羽的逝去 他们也就不管不顾了 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为了争弓引发的大内斗 另外虽然史书中说五人共会齐体 皆是 故分齐帝为五 感觉这五人好像是一起被封赏的 还分齐帝为五 事实上 这五人不仅不是一个时间封的 而且他们的封赏十亿 也是有很大的不同 旅盛 七年中 封涅杨猴 十亿一千五百户 旅马桐 七年正月极有 封中水猴 十亿一千五百户 王毅 七年正月极有 封渡眼猴 十亿一千七百户 杨喜 七年正月极有 封赤泉猴 十亿一千九百户 杨武 八年三月新毛 封五房猴 十亿七百户 如上 最早封猴的是 只属于流邦中郎将系统的旅圣 十亿也很多 这无可厚非 毕竟是天子亲信 然后接着是三人 其中封赏最多的 却不是冠英的人 而是原本属于 韩信下属的杨喜和王毅 他们分别是 一千七百户和一千九百户 或许大家会疑问 为何他们二人 是韩信的人 还封赏这么多呢 首先 韩信此时还没被杀 其次 因为汉七年 发生了汉兄之战 刘邦被围平成 虽然之后刘邦逃脱 当时汉兄北境的局面 却非常紧张 所以答案就明显了 人人都知道 韩信的部下 萧宇善战 故而此时 对他们加封并夺锋 自然是为了安抚他们 并让他们帮助汉庭 度过危难 最后则是杨武 因为既不是天子进尘 也不是韩信麾下 萧勇善战之将 所以便最晚封侯 而且也只有区区七百户 因此史书中 对于诸杀项羽的那五人的功绩 强调的太过夸张了 事实上他们五人本身就有各自的功劳 何况当时实际参与诸杀项羽的人 也不仅仅是这五人 比如之前的魏祁侯周定 也有破极东城的战绩 并且也是因此而封侯的 只能说他们这些人能够封侯 确实和诸杀项羽有关 但又不仅仅是靠诸杀项羽上位的 同时他们几人也都不是普通人 而是汉军中的高级军官 最后再说项羽死后的西楚情况 项王已死 楚帝皆降汉 独鲁不下 项羽本纪 当时项羽死去后 西楚各地基本都被汉军传袭而定了 但唯独鲁帝却拒绝投降 因此纵然霸王项羽有千般过错 但愿意忠于他的人 还是一直存在的 哪怕之后汉乃引天下兵御图之 汉军准备彻底移灭鲁帝所有百姓 但可能为了考虑到后续影响 所以汉军便先拿着项羽的人头 给鲁帝的百姓们看 乃是项王头是鲁 鲁父兄乃强 项羽本纪 鲁帝百姓到这时 为霸王项羽进了最后的忠义之后 才正式投降汉军 之后汉王刘邦也表达了 对于霸王项羽的尊重 使楚怀王出封项羽为鲁公 及其死 鲁最后下 故以鲁公礼葬项王古城 汉王为发哀 弃之而去 因为当年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 所以汉王刘邦便以鲁公的礼仪 为项羽下葬 随后汉王还表示了一定的悲痛之情 到此 楚汉之战彻底结束 一个属于西楚霸王的时代 也就这样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